你把他ID 你要遙控他 你就把他的ID记起来 然后打在这个地方 然后按跟伙伴连线之后 他会问你密码 你再把他的密码 他的哦 他的密码打进去 你就会看到他的画面 一如你在亲自本人在他的画 在他的这个电脑前面的一样的方式 你怎么操作他就怎么动 这样各位了解吗 好来试一下 所以你们就左边先遙控一下右边 然后右边再遙控一下左边 不能不能自己遙控自己哦 他会无穷回去 你会看到像那个 像那个迷宫那个镜子一层一层跑进去 网路又断了 网路断了就没办法了 这个一定要有网路 那有网路就 他就不管你是 是在同一个区段 还不同一个区段 他都可以 都可以 那所以有的人要搞怪哦 他遙控这台 然后用这台遙控那台 这个 再用这台遙控那台 这个就是那个 骇客跳板的观念 骇客跳板 他就是 骇进你这一台 用你这一台遙控那一台 再用那一台遙控哪里 然后再去讲骂谁的话 骂马英九啊 或什么 我要放炸弹啊 然后警察就要追的时候 就要追到这一台 是那一台在控制 他就要再去找那一台 然后又是那一台在控制 就跳来跳去 这个就是骇客 他们会把电脑当跳板 就是用这样的原理 然后 像电脑或关机 电脑关机就没办法 电脑关机就没办法 前提是他的电脑要 要开机 而且要有执行TML TML可以在背景运作 所以说TML 就是不要很紧 你如果不执行 就不会被遙控 也就是说你要放入 在启动那里面 对他里面有一个开机 可以马上执行的选项 打工 他就会随着WINDOW 开机进行执行 所以你们可以先遙控一下 对方看看